各位同心 我们准备要开始上课了 请大家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 没有关机或关精英 谢谢 各位同心 这节课系我们总理府雅富委员 带来演讲 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 大家在今晚的平安 好 辛苦 对长到今天 还参加出击班的训练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真恶有解答的人生 在我们整个人生 拿出生命的价值 才是真正的对人生 对世人 会有很大的益处 你我都会改变 不过从 69年 69年的 是中华民国教育 要改变 真的 很困难 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总比自己的观念先改变 可能 作为开始 做起头 所以对自己的观念 不能改变 就要如何改变 百人的观念 观念是 有 比较在地的核酷 是有辜息 没有 这个观念 是不是真的 会有 介绍的历所 这都是 可以 达到 所以要改變人生的價值跟生命的價值 要看個人環境的領域接收到 接觸自己的環境和接觸別人的環境 這個要條件 不是只有1年喔 2年、5年、10年 有的是20年不一定 我在學校讀書時 我是高砂族 我是高砂族的 有一個北隊的小姐 很漂亮 北隊 平地小姐 抱歉 對塞雷 我們認識的時候 那個觀念真的是不容易 然後去見準備成為岳父母的 到他們面前說 蛤?你是煩惱? 不會 我一聽到說煩惱的話 我自己也要準備心喔 沒有準備心 有時候就不一樣的觀念 不一樣的看法 那時候就五次比較沉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所以在四十多年前 積思惱了 積思惱了 他的父母親說 他…他的父母親說 以前很好 但是 我的女子 不能夠和 混亂 混亂的青年 那時候不得了啊 好像天大地雷的 但是还好我们双方自己已经有预备心 我们也花很长的时间 好让父母亲了解 但是我是太儿主的 苗栗太儿主 我爸爸说不要勉强别人 不一定别人爱我们 这个山上跑到山上吃 吃寒鸡饭 吃地瓜饭 或者是任何这些生活环境都无缘 是怎样要勉强别人 爸爸你不知道 爱情不是勉强 当然你爸爸妈妈以前那时候的 对啊没有在谈恋爱 爸爸妈妈说什么 就是他不管有没有看见 就是他 今天这个世代不一样 但是那时候是已经差不多 35年前的时间 所以我说 那个世代就是我的世代 今天这个世代是我怕日的世代 是少年人的世代 是真的 实际上真的不同 不过一年后 一年之后 我们生了第一个公子 那我们就去 觐见 岳父母大人 啊 这个女孩也很可愛 那何况69年 你要改变中华民国给我们的教育 69年 就要70年的关联 要改变 容易不容易 所以难怪有的人说 你小人 你在那边跟一些 什么还有民政府 你们还会可以推翻 你们有能力 有那些力量 推翻这个中华民国吗 你们在发疯了这样 但是 这个就是 就像平地跟原住民高砂柱 从三四十年前 一直到现在 那个观念 还是不容易 马上成为一视同仁 虽然我们都是说 那都是一家亲 一家人 但是有时候生活 还是会有一点差距 有差别 我跟我的太太 说奇怪 你们的位置是什么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我们是鸡吗 我们是狗吗 你跟我说 不是啦 这是形容词而已 但是我们高砂柱 不是呢 什么可以形容 狗啊 还有 没有任何 刷地 山腔 都是高砂柱是 尽量来的 有时候会跳到肚子里面 嗯 然后轻胖的时候 哇那个烤肉也很胖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到山上 去看那个山庄 有没有去看高砂柱的 在山上的山庄 有去司马库斯吗 新竹县的司马库斯 共同经营 也很好啊 所以那个改变就是要花更长的时间 而且要看见事实 看到属性 我们的观念可以改 所以我们都会说 啊这个是风声啦 风声当然风声啦 都是谣传啦 所以那个观念都是没有办法 亲自体验到 那个属性的阶段 今天 烂队出几班 然后进入到高级班 我们今天就要看见 中华民国的事实 对不对 就是要看到属性 随间 不敢 不敢 虽然有一点是 你看中华民国教育我那么好 我们高砂柱大部分说 啊你看 我们有几个进入到大学了 已经给我们 很多的福利 那这些好像是真的很多的福利 我们上上礼拜在谈这个 我们参议院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条 台湾基本法 然后参中医院的组织章程条例 然后我们在谈到 高砂的专案法案的时候 也是有人啊 我们的民政府 蛤 要特别订定高砂柱的专法吗 那会变成说 是不是跟那个电话民国同样 分裂族群 这就是起来观念 夹修室 不够清楚 所以我们就解释说 因为 古山族夹 夹 北队 平地 起点 起跑点就不够了 因为我在小时候 我们真的中文都听不懂 对印尼到朗尼 我们不想读什么书 但是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年前了 那我们有几个外省 所谓的中国人 我们以前所讲的 我姓郎 我姓老师啊 听着都没有 你跟他说 你干什么 你叫我们 你叫我好 结果呢 我姓郭 我姓郭 我是 我姓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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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要缩 你们要输 他们要不要磨 你们要说什么 我姓郭 也就是和我们这样 夜了都没 那當然平地跟還有鄉村 鄉村跟都市也是沒港 所以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補習班 就是讓能夠好像跟都市慢慢接近 但是因為這個補習班有的好 有的真的是會壓死人 有個太魯閣族的年輕人 他因為加分 加分到建國 那考到建國的時候 第二年真的讀不下去 沒有辦法趕上平地同學 所以他就 精神就有一些錯亂 這個都不是像高山族的年輕人 是不是像高山族 北斷也有喔 對嗎 就是這樣啊 中華民國的教育 都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觀念整個大翻轉 雖然困難 這就是屬性 我們要怎麼去如何 如何去面對 去應對 加在今天有台灣民政府 有信心嗎 有沒有 那就要看你們了 所以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上了初級班 進入到高級班 我們台灣民政府就是要 讓我們法源 弄得一清二楚 畢鼠定說 要人把的清清臭臭 哇 我講台語就這一句話講的標準 只有一句 清清臭臭 所以我們看看今天 雖然我們上高級班已經也上過 只是最切的複習 那有人說 中華民國是國家啊 有Passport啊 有中華民國護照啊 但是畢鼠定告訴我們 這個護照是綠色的 這個綠色真正主權獨立國家的護照是 紅色 黃色 紅色 紅色 那當然可能也有紫色 但是綠色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好讓蔣介石這個集團來到台灣 受美國的委託來暫時管理台灣 用方便 而且進入 進出美國 這樣有那個中華民國呼叫 這個護照才方便出去 方便也是為了錢啊 對不對 你只要篩多少 你看有一次我們去印尼的時候 到泰國的時候一定要篩 印尼也要篩 要篩一百塊美金 好多 今天這個減少不拉 所以有的是這樣 因為都是為了生活 但是今天我們更確定的是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以前阿北熟災臺灣民政府的時候 你們自己的觀念是不是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哇不是你們的觀念就不得了了 你們還沒有認識臺灣民政府的時候 你們的觀念是不是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大部分是西 但是因為你可能生活在有環境 你認識的 你就清楚說不需要 但是假如你說不是 在二三十年前的話 那不得了啊 會碰到擺設恐怖 二二八事件處發生 我們高砂主也有兩個省議員 也是被槍斃啊 就是為了赤製的問題造成 會讓好像說你在推翻中華民國 那我們會認為說 當然啊 中華民國是國家 因為有總統啊 有軍隊啊 還有娘頭啊 有人口啊 還有外交啊 這些都有啊 這個是國家最基本形成的一個 四項要素 問題必須給我們說 這個娘頭是不是臺灣 我們是不是臺灣人在臺灣 哈囉 大家都清楚 不是 好 既然不是的話 當然就 這個就 這個 臺灣這個領土 就已經不是屬於自己 而且中華民國 也不屬於這個臺灣的 一個中國的政策 有看到那個贏品嗎 我齁 一個 我們要 要 我們了解那個 一個中國的政策 最重要的 五點 頭一個就是 臺灣 本來不是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第二 臺灣不是中華民國 人民共和國 會領土 會領土 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會領土 很清楚 第三 所以 既然臺灣 臺灣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是 臺灣 自己製造的 中華民國自己製造的 臺灣 光復節 那一個中國政策 清清淘淘 這樣做水平 沒有那個光復節 所以秘書町跟我們說 那光復節的意思就是說 你中國人進攻臺灣 然後把臺灣 所有的 臺灣變成戰敗的地方 他就搜刮 然後就 成為他自己的領土 這個才有光復節 問題不是啊 受到美國為託 這不是管理臺灣 就像我們常常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人到你的島 你的處 都忘到你的處 救命啊 救命啊 因為你 因為你疼 你的保養 防戰衣 到你的島 大概 三十年 四十年 甚至五十年 了後 他說 逃亡的人就是說 你的主管 頭對 是我的 我也有管理 決定 你的頭對 這樣有合理嗎 合理嗎 當然沒有合理啊 一個逃亡的人 本來被你救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竟然你包容他 幫助他 十年二十年也好 結果他有權利 有管理說 這個土地 我有所有權 我也 有決定 你的土地 心計 練出 當然不合理嘛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 逃到臺灣 所有的 整個都霸佔 所以這就是我們看看 今天 流亡政府的 中華民國 所以 中華民國 我們都很清楚啊 ROC ROC 的真正 的 證明是什麼 蛤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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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那是 因 各自的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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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全臺灣?全臺灣是贏的?沒有啊 是流亡到那個地方是那個定點在台北 所以流亡政府在台北 今天比利時曾經也逃亡到倫敦 所以也是比利時倫敦 那實際上它原來就是比利時流亡政府在倫敦 French London也是一樣啊 法國也是一樣啊 曾經淪落到倫敦 所以簡稱說法國倫敦 實際上就是法國流亡 French in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就在倫敦 流亡到倫敦 只不過是簡稱法國倫敦 韓國流亡到上海也是一樣 Korea上海 實際上是韓國政府流亡 政府到在上海 今天是Chinese Taipei 也是一樣的 你如果沒有到我們民政府受訓 我們知道嗎? 我們知道嗎? 本來就是不知道啊 就是看到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這樣受到很好的教友 這個算是國際大學的訓練 我們的今天 所以今天我們也看看 既然不是國家 也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他自己想盡辦法 用台灣是我的 他們用開羅宣言 秘書長講得更清楚 宣言就是 意圖 意象 你的方向的想法 而不是真正你我國際間的條約 不是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 兩個國家的條約 不是treaty 不是條約 是像參雄那種 那假若 好 因為可能都有 無論是羅斯福總統 基辛吉也好 或者是 蔣介石也好 他們整個 自己在談論的時候說 我們把台灣 就回給 歸給中國 這是他們三個 三個領袖的討論而已 是不是國際的條約 是不是國際的條約 不是啊 所以 像這樣的狀況 我們都很清楚 都是被他們騙去 所以 中華民國呢 用 因為 他是受美國的委託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用台灣治理當局 而不是一個國家 是 是一個領袖管理台灣當局的 蔣介石集團 所以 所以 像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清楚 所以 要 釐清這個 一二三四 唯一的條件 只有我們台灣民進府 民進黨 讓你們有清楚嗎 建國黨 讓你們清楚嗎 那裡 東牌 讓你們有 釐清 民變 是非嗎 沒有 沒有 都沒有這樣的事實 有了 他只是有照自己的身份證 30塊 100塊 300塊 有了 這也是 他們自己的身份證 台灣人自己 爽自己 所以今天 我們清楚 台灣民進府 就按照 國際法 所以我們常常 用 台灣臨時國歌 日本國歌 美國國歌 而且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立場 跟 宣言 主張 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台灣民進府 才會產生 但是不是就 一句話就產生 欸 欸 台灣民進府 不是一股都 撲出來 不像我們高砂主說 有幾個族群說 我們是從石頭 撲出來 有很多傳說 那個都是 像我們太兒主的話 有一塊石頭在 南投 瑞岩那邊 有一塊石頭 就撲出來兩個兄妹 從石頭 曝露出來 然後就 最後就成為夫妻 那傳下來的 我們太兒主 這個都是神話故事 事死不是死 那個不是重要 那重要就是說 很有趣的一個 人生的起點 那今天我們看看 為什麼會 自肥到 他可以 為所欲為 這就是中華民國 違背了戰爭法 那他們自稱說 我們是 合法的中國 特別在 1972年 1971年 聯合國 在爭論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合法地位的時候 也不是在爭論 到最後 蔣介石集團 所謂的中華民國 那是1972年 那實際上 中華民國的存在是 1912年到1949年 所以 37年的時間 才有中華民國 1910年到1940年 然後 聯合國是1970年 七一年 你看 那時候中華民國 有存在嗎 那時候1972年 中華民國存在嗎 那時候 被趕出來 當就沒有存在 所以真正的合法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今天 有的是 身分認同 我們是中華民族 所以今天 很多事情 無論在國外 我們華人 我們華人 我們講華語 我們來學華語 就是用中華民國這個華 那實際上 連教會也被控制 我們是華人教會 在美國 歐洲 在東南亞 都是我們華人的教會 這個就是要掌控 這個詞句 這個華 中華民國說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 還有中華民族 老馬還把我們高砂族說 我們把你當做什麼 奇怪了 你看 有那麼多 可以被栽培的高砂族 少年人 因為沒有 生活經濟不好 沒有繼續被栽培 所以有時候流浪在街上 所以一般平地人 對高砂族的觀念說 都是喝酒了 你看那看 高砂族倒下來了 喝酒 其實是不是只有高砂族 其實是不是只有高砂族 不是啊 檳榔灘 在那邊 一看 也有高砂族 也有平地族 媽有學工人 我看都沒有人 學工人 有喔 濕酒喔 我在那邊喝酒 也是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把這個標籤 標到我們高砂族 不公平 所以要改 讓台灣民進府開始改 好嗎 好 好 也是要跟你們的親家 也是跟你們說 好 整個 實際上 在 戰爭法的規定 美國委託了 蔣介石集團 暫時管理台灣 那暫時管理台灣 也就是說 上面的老大 還是有美國 不是只有你 怎麼去 自己做 為所欲為 但是因為 228事件 整個 在1946年 1月12號 把我們整個 原來日本籍的 全部行政命令 改 中華民國國民 是行政命令 那在 聯合國的人權 你自己意願的 你自己的證明 你自己的名字 你都要自己為你自己 你要牽到哪裡 也是你 人人自有 人人有自有權 有平等權 我們 十幾年前 我是台灣基督長的教會 我們在談論這個 原住民這個名稱的時候 哇 我們高砂族的幾個牧師 還有平地牧師 還有長老在爭論 你們 你們 那個 原住民 是怎麼要改造 原住民 三地人 也一樣 那三地人 三地三包 也是一樣 那平地人 和我們三地 一樣 人 那是你講的 那是不是真的受到好的待遇 不一樣 所以有人說 為了這個原住民 我們就在那邊爭論 爭論到 我就做最後的 殺手劍 請問 我們北大教會的牧師 頂路在這裡 那時候我用 小小這個台語 跟他們講 請問 你們的嫁子 還是你們的媳婦 要生的時候 你們要和 那個孫的名 還是你們自己的嫁子的名 是不是 還是 別人 替你和 還是 跟你們 無親身的人 無關 無害的人 跟你們和 你的嫁子的名 有沒有 沒話說 怎麼可能讓別人 跟你無親無故的 替你的兒女取呢 那是之後 以前 那是算命 越來越豐富的時候 才會 那個是無關 但是 像我們高砂族 什麼 李家 陳家 張家 那個不是我的名 這個姓 我們沒有姓 大部分都沒有姓 所以 所以他們跟我講說 我當時去年 當高砂族主席的時候 我們去美國 然後去日本 欸 主席 那 你姓什麼 我沒姓 蛤 你沒姓 沒姓 沒姓 你沒有姓 沒姓 那 那 你是什麼人 高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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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砂族沒有姓 本來大部分都是沒有姓 我的名 後面是我爸爸的名 後面是我阿公的名 後面是阿祖的名 我們是這樣的取下來的 所以說阿不要緊阿 三地人也可以阿 緩娜也可以阿 我們就去 什麼緩娜 你再講一次 喔 變成阿 好阿 你三地人 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你三包我四包 這樣好嗎 沒有這樣了啦 所以最後 還好 教會 尊重我們高砂族 好 如果這樣 讓你們 真正的緩主兵 這是緩主兵 是我們自己取的 自己依愛的名 這不是人生嗎 這不是人生嗎 好想尊重嘛 那今天 不是阿 中華民國給你尊重阿 我們高砂族的那個保留地 是怎麼到今天 還是 高砂族保留地 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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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保留地 本來不是你的 是中華民國的 真的阿 我還沒有進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還說阿 真的阿 還向他謝謝咧 到家來還向他謝謝 結果發現我們台灣 來到台灣民政府 阿 好一點 今天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就是這些小細節 重新整頓 我們的觀念 所以這些就是屬性 就是屬性 所以 以前本來就是要成立 美國委託蔣介石的時候 應該要成立平民政府 這是戰爭 戰爭法的規定 但是中華民國違背了 他就成立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公署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他又成立台灣警備總部 喔 警備總部 我們 我們男人做當兵的 一聽到警備總部就 怕 都怕 被 不一定是被關緊閉了 要罰 說不定很多紅中秋都是這樣 所以 已經沒有 那時候就沒有成立 台灣 台灣民政府 用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強迫政兵 強迫納稅 在海洋第四公約 你不能強迫當地的人 要讓當地的人安全 你不能完全沒收 你不能讓所有 就強迫他們納稅 徵稅 然後就當兵 我們很清楚 秘書長告訴我們 台灣 是收到 1895年馬關條約 大清大地 跟日本天皇 訂定 條約 那是國際條約 把台灣澎湖 36個群島 永久割讓給日本 日本天皇 那永久割讓 當然這整個 都是屬於台灣日本 但是 因為 日本跟美國 戰爭 美國為了兩顆原子彈 讓日本就戰敗 1945年8月15號 戰敗的時候 那他們就很高興 這個 蔣介石呢 非常的高興 受到美國委託 來到台灣 那來到台灣管理 那他以為是 這就是他的領土 我們很清楚 舊青山合約 1952年4月18號 4月28號的生肖日 在那個時候已經很清楚 雖然放棄日本 放殺台灣澎湖 但是沒有第三個國家接受過 他只不過 中華民國這個 蔣介石 是因為 四個同盟國 代替同盟國 來接受日本投降 結果 老馬 或幾個中華民國的領袖群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用這樣的來去掩蓋 69年的教育 一直教育到現在 還好我們民政府發現這樣的事實 才發現很多事實被掩蓋 所以在國際法戰爭法 海阿第四公約 都寫得一清二楚 所以到目前整個經濟政治 掌控了台灣 那我們高砂族很喜歡選舉 一旦雙股稿的時候 選舉到的時候 哇!很多村長 哇!同胞問 前門可以關 但是後門晚上不要關 你什麼意思 後門不能關喔 原來那麼多豬啊 被犧牲掉了 很多台灣的豬 世界末日 一看水草水溝都是豬毛 選舉啊 一個部落兩頭豬啊 一個部落一頭豬啊 現在 已經被抓得很嚴格了 現在沒有了 二十年前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哇!我也有這個啦 所以 所以像這樣的都在掌控 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況 是不是也是這樣 把關也不好把關 當然我們也紀念這一兩天 高雄大爆炸也是蠻可憐 也是很寶貴的生命 不過我們是在想 我也簡訊一些說 除了讓上帝祝福幫助安慰他們以外 那我們以後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個把關呢 這個路線呢 這個線路呢 誰掌控一定要定期保養 就像我們開車也是一樣 定期 讓我們的養分也是身體也要定期的保養 那像這樣的狀況都是我們自己要負起責任 雖然有這樣的中華民國在掌控 但是我們期待不久的日子 輪到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就不能跟著中華民國談吾 一定好好為百姓 為百姓 設想 為百姓設想 那在一般的中華民國用選舉 他說我們是已經民主了 選舉都很自由了 那是不是真的自由 大家討論 我本來不知道呢 我們看電視的時候 民進黨的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在那邊吵來吵去 甚至打來打去 聽人家說 據說 他們私底下又合起來 有這樣嗎 有這樣嗎 奇怪了 上面吵來吵去 然後為了票 私底下又跑到一樣的餐廳 有說有笑 我們也看過這樣的畫面 所以今天 從幾年前 一直把 中華民國一直把民眾扶站 裝腳的重要的一個地方 不是只有五三種 是北斗也是有啊 有沒有民眾扶站 有嗎 所以這個要處理 因為民眾扶站 有的是侵占 人的土地耶 在山上侵占更多 所以台灣民政府 都要去處理這個民眾服務站的去留 所以這些都是 已經碰到 以為是選舉 我也聽過 在山上啊 他們選舉的時候 那個承辦人員 手很痠耶 手升到 不可以寫耶 倒來麵花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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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什麼 用蓋的 可以手蓋的 有沒有 有聽到嗎 為什麼山上百分之九十 投票率 全台灣最高的 都就碰到鬼了 什麼山上最高的 都是公務人員在那邊 倒來麵花索 在蓋印 所以他們 整天早上 一直到晚上在蓋 用手印蓋的時候 生生的 手痠 已經手痠痠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沒有畫面 不過就是碰到 連最先的 1922年中華民國 最先的總統 他們也是一樣 用 因為要達到 586個人的法定人數 結果沒有達到 最後就用 一張一個人五千塊 哇 從19171922年 就已經開始 有匯選 這樣不怪啦 到今天 不是跟電話民國 不是跟電話民國 一樣 也有花錢 也有匯選 這個都是在 中華民國的框架下 學來學去 古斯牙祖本來是單純的 後來因為學習平地文化 也是一樣 也會騙 也會匯選 什麼高精 什麼美的 那是你們講的喔 也是 一大票一大錢都塞 什麼孔 什麼擠啊 料什麼洞啊 幾個都是阿美組的 結果都是一樣 趕快 我沒有講全民喔 所以這些都是 因為學習 因為說 啊我們選舉 都很高興 那今天阿比 在我們張老教會 第一任第二任 連任阿比總統 去雙股的時候 張老教會也去幫忙 幫忙有參加 我們這樣 這樣選阿比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這樣大聲感動 這樣來選 自己台灣人的總統 這樣好不好 好 好跟那個叫 咪咪毛毛 好 結果說 第二任你們一定要選我 我一定會改 國號 一定要自憲 中華民國 不適合 我們的台灣人 這個名稱 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的名 應該改做台灣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結果 有人說 阿比 你不是要改 中華民國 不可以 所以他最後說 我不行 就是不行 我本來不知道這個意思 我來到民政府才聽到秘書長講的 我不行就是不行 是什麼意思 原來 原來 在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有一條 一百零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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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夠 總統 宣誓 就是 這個流亡中華民國的總統的時候 我是第幾任的總統 在這邊宣誓 我要 效忠中華民國 哇 大零四條 我要實現 中華民國的憲法 然後 我要保護 中華民國國民 沒有說台灣人民 奇怪耶 阿伯 沒有辦法 所以阿伯說 沒有辦法 所以我不行 就是不行 結果 到最後 一百零四條 說 違背 以上 四 約者 一百零四條 在等你 一百零四條 寫什麼 四路一條 死路一條 大家怎麼說 四路一條 四路一條 所以阿伯說 阿伯說 我不行 就是不行 原來妙氣 原來是這樣 所以 這些都是 從以前 一直到現在 好像很好看喔 中華民國憲法 那這些 有台灣在裡面嗎 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有台灣嗎 沒有 當然沒有 中華民國 在南京 中國那裡 來執行 那他們是 武武憲法 武前憲法 這個都是他們 中華民國的 所以整個掌控台灣 就是因為 正在台灣 政治台灣 不是 法理台灣 讓台灣民間呼吸 政治台灣 還是法理台灣 法理台灣 這樣好 有幾個了 至少有一分 好 今天 政治台灣 其實 在中華民國裡面 調教之下 把整個事情 都 扭曲事實 扭曲事實 所以無論是任何 你看 在 剛剛所講的 中華民國 這個光復節 都是自己 他們也自己說 中華民國是台灣 蔡英文也講過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而且 他也講說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外來政權 哇 這個更嚴重了 不是外來政權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整個說 啊 這樣不錯喔 所以大家都高興 會造成混亂 所以今天 我們看看 整個法理台灣 就開始進入到 我們今天 來看看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我想我們初級班 也上過很多次了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自己講得很清楚 我要返還 太平洋 那返還台灣 我要回來 回到 太平洋 那實際上說 重兵 整個的重點 放在太平洋 因為原來台灣的地位 非常重要 對他們來說 為什麼有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那他們訂定這個安保條約 也是把台灣當作 保護的安全範圍之一 那中國說 所以那時候他們 中國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不是訂定 這個 國家反分裂法 反分裂法 那就是說 台灣這是我 但是這些都是 在欺騙台灣人 欺騙爛台灣人 那所以 歐巴馬說 然後回到太平洋的時候 然後回到太平洋的時候 假如中國 進攻 韓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越南 這個附近的國家 他就要做更大的動作 第一個是公佈中共官員海外存款 而且要凍結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太多的貪污 我想中華民國也是一樣 貪污 所以我們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槍斃 看看哪一個第一個遭殃的 然後第二個 美國就公佈 有護照的官員名單 還有他們中共高官的家屬名單 他們住在美國的這些名單 會公佈出來 然後 還有洛杉磯 在中共二奶村 在洛杉磯 這樣不怪 有幾個 聽人說 有幾個 不一樣的台什麼商 什麼幾個 什麼包什麼奶 什麼都來了 原來就學習中國 寇年代 台灣人 有一個 我們高砂族的 非常優秀的年輕 他已經進入到公司的副總經理 他要被公司派到中國 因為 他的太太 就等於說他的岳父母是牧師 那牧師沒有跟他講 只是他的太太跟他講 假如你要去的話 那你就預備 我們就辦禮婚 這個男的 這個男的 他講得很輕 太太講得一清二楚 結果最後就沒有去中國 有一個第二代的中國人也是一樣 在基督書院教書 那我也聽他們的分享 他也是一年兩千多萬的收入到中國 被他的公司派去要四年到五年 結果他太太就直接跟他說 你自己選擇 你喜歡去 為了兩千多萬 隨你 但是 你回來的時候 我不一定在你這邊 最後這位老師他就不去中國 他就回到基督書院教書 他教書 只不過是一年才一百五十萬左右的收入而已 跟兩千萬差很大 所以今天生命的價值沒有弄清楚 以金錢為主的時候 人類會遭殃 當然我們不是說不要經濟 但是要合法 今天台灣民政府為什麼要請我們值錢訓練 我們有初級班高級班還有法理點招 植物點招 第五個階段就是值錢訓練 那值錢訓練我們請了 也曾經請了許天才市長 台南市市長 也請了羅書雷立委 那也有幾個藝人來幫助我們 來看見他們在把關的一些 中華民國政府一些的漏洞 所以要怎麼找 預算裡面的漏洞或是漏網之語 這個要怎麼看都給我們訓練 所以值錢訓練就是期望大家都能夠參加 這也是幫助我們 以後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給我們真的是走正道 好 這個是歐巴馬的 那台灣關係法是也是因為人權的問題 今天 安倍晉三 那他的助理也來過我們 這裡跟秘書長聊 談這個日本的法源的問題 那最後他也應該也會得到 這個助理告訴安倍晉三的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消息 所以安倍晉三不是有兩次到蘇聯普丁總統去嗎 那第一次第二次 結果說這個北方四島是我們日本的土地 結果普丁總統說你回去做功課了 那第二次去的時候 最後還是你還是回去做功課 原來是什麼 因為北方四島是被蘇聯佔領 但是因為佔領的我們戰爭法有兩個最重要的鐵則 再一次考考你們齁 第一個 佔領 蛤 不得移轉主權 不得移轉主權 那蘇聯就好像把它當作北方四島是他的主要的領地了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也寫他們的大哥說 台灣是我們的土地 那最後這個 我們秘書長就點安倍晉三的這個智囊團 實際上要等我們台灣緩緩日本的時候 然後就像琉球模式緩緩這個 琉球緩緩的這個契約回到日本的母國的懷抱的時候 我們台灣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關鍵性是 不是日本政府所向要去爭取的 應該是 這北方四島 韓國的主島 還有釣魚台 還有台灣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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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秘書長不是常常做比喻嗎 就像 我們有一部車子 爸爸的所有權的名字 結果孩子能不能處理掉 可以處理嗎 不可以 是因為爸爸有所有權 這個真正的所有權是爸爸的名字 一樣 今天是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獨立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 安倍晉三 他做最後的調整 整個大翻修 他們憲法的第九條 就從自衛隊 他們日本的自衛隊 擴大一個真正的意義 以前的自衛隊是他們 別的國家進攻的時候 你才防備然後抵禦 來去攻 沒有辦法攻擊 只不過你站在你自己的日本土地 受遭殃的時候才跟他們一起作戰 那這個 這個權力已經擴大 只要你認定 日本認定說 那個國家已經有意要進攻日本 他就可以進攻了 這是他們自衛隊第九條翻修的一個意義 就像你的盟國 就像我們台灣 假如說受到任何的國家進攻的時候 已經有那個味道 而且日本也掌握那個情質 日本也可以幫助我們進攻到那個國家 要進攻我們台灣那個國家 所以這個第九條的意義就是這樣 就是開放到更深的 不能說等著別人 給你進攻你就 你就受傷甚至於死亡 好 這樣休息一下 抱歉 這樣讓你們累到 謝謝 各位同學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